女士和周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有什么诉求 我现在是感觉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想要离婚 然后再解决孩子之后的问题 离婚这个话题 你们两个人有自己聊过吗 谈过很多次都是 反正她没当回事 然后就打了你们金牌调节的电话 所以是想来调一调看一看 还是说真的就是为了离婚而来 对 我的诉求是为了这个家 我想挽回我的红衣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提离婚吗 知道 因为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是指哪方面的 生活经济 她在家里一个人又带小孩又上班 比较辛苦的付出 也就是我可以理解为 你这边一部分责任的缺失吗 可以 如果不希望走到离婚那条路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找到办法了吗 因为我们好多话不能正常沟通 她就是说 不是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吗 你可能要离婚的原因说得准确吗 我还是想能和好 能把这个家庭建议好 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婚家庭了 从开始我们都是错误的 不应该在一起的 这个开始是指你们的结合吗 对 我当时知道这都是错误的 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 对 当时是 她的婚姻出现的问题 她老婆要跟她离婚 她认识我 我还没有离婚 谢女士的这番话 让所有人大铁眼镜 当事人双方都知道 混内出轨令人不齿 又为何会共同迈出这危险的一步呢 她认识我的是有目的的 谢女士告诉我们 当年她只身一人在外打工 内心很是孤独 周先生通过QQ添加陌生人的方式 和谢女士成为了好友 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很快 谢女士就沉醉其中 都产生了很好感 两人把恋爱从线上谈到了线下 而这个时候 周先生又有了惊人之举 他竟然登陆了谢女士的QQ 伪装成谢女士 跟她的老公谈起了离婚 他叫我跟我前夫离婚 要跟他结婚 我跟他当时我是不愿意的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这个是什么关系 我那时候我心里糊涂的 可以说是心里好像没定义 周先生已经做得很过火了 但谢女士却沉沦在 她的甜言蜜语里 还真的跟丈夫谈起了离婚 但是她是真的爱上了 这位周先生吗 谢女士自己也很糊涂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谢女士发现 伴随着甜言蜜语而来的 都是陷阱 她是刚认识的时候 我在深圳里 我开了个网吧 她带我去网吧 看了一个 去拿一个网卡 但是又不用身份证登记 过了一段时间 她说她又另外开了一个黑网吧 其实那个网吧不是她的 黑网吧才是她的 她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当初你 仅仅是在这个 追求她的过程中 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做法 还有隐瞒欺骗的做法 你隐瞒了一点 为什么要隐瞒呢 就为了跟她想 她还是在一起嘛 她是10年6月 有一次我休假 她都将我过去 拿有逼碰 让我跟我前夫打电话 提留婚 说实话 那时候我确实是不愿意的 她自然跟我买了一个镯子 她当场也把镯子摔掉了 拿有逼碰 然后后来 我那时候正在打电话 她突然就起身出去了 最后她跟我说 是她前妻把小孩送过来了 她跟我说 是她老婆没在深圳 其实她老婆一直在深圳 我当时跟她在一起 是没有离婚 但是我离婚 确实为了她 我才跟我前妻 你为了我 你前妻都跟你分居两年了 都跟你捞了离婚 你说是为了我 你前妻知道我的存在 我不知道她的存在 而且你刚刚的年龄 也隐瞒我啊 你所有的一切都隐瞒我 你是似乎 你还有一段婚約 她的还有一段婚姻 她也隐瞒了 她跟我是四婚 她告诉我 是三婚 那个时候 我是说 跟她说 想跟她在一起嘛 怕她不接受是吗 对 不过我跟她交往 确实对她真心真意 没有期限的 她是十句话 没有九句话是假的 当时我都被骗的感觉 我都跑了 回工厂了嘛 我那几天是电话是关机的 她找不到我了 她又去找我同事 然后我又心软了 又同意了 谢女士明明已经看清了周先生的欺骗和隐瞒 选择了逃离 可没几天的功夫 她就又沉沦在了周先生的甜言蜜语里 眼见谢女士摇摆不定 态度暧昧 周先生瞅准时机 又添了一把火 我就说我先离了 离婚后的周先生 更加的切而不舍 谢女士便稀里糊涂地和前夫办理了离婚 之后 谢女士并没有立刻和周先生领证 而是开始了同居生活 拉近了距离之后 谢女士发现 那个曾经深情款款的周先生 变了样 到她那边去 也是种种问题 她不允许我跟异性交往 脾气也不好 动不动她就打我 我是那个时候心里特别在意她 我认识战友欲望比较强 有时跟她发生口诀干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想到她的种种缺点 我也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我明确告诉她了 跟她分手 她折腾了一个晚上 又是摔手机 又是反正是什么话都说出来 折腾了一个晚上 到天亮十秒钟 我还是上班了 第三天她又买了东西去看我 看我也没接受 我把东西从二楼一下 从扔到一楼 很坚决 后来她经常过去找我 她找不到我 结果过年的时候 她也是过去 她跟我们宿舍 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包 我把红包又给送过去了 那很好 态度很明确 态度很明确 这一年当中我是 因为那时候开店 收到比较晚 十一点钟 我那个朋友 他有吃 每天他一下班 他就把我送过去 我基本上过两天晚上 我都会去看 在对方一直拒绝的情况下 是什么东西 让你可以这么坚持 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她 特意在意她这个人 对 有没有想过 从你这方面看起来 深情的坚持不懈 也许会给对方 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没那么想 反正已经这样了 我尽量为任地嘛 所以说我一直没放弃嘛 剩下的就看到自己 我尽我全力去表现 对对对 最后她还是接受了我 再后来就是说 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 到四月份的就接受她了 好接受她了 她都说立马回来说是打结婚证 然后我就跟她回来打结婚证 你心态上什么变化 怎么能做到这么迅速地就 从那么坚决地拒绝 就到打结婚证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 当时来怎么那么糊涂 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一生 当初你决定 结束你上一段婚姻的时候 你这个结束的决定 是稀里糊涂吗 能给出答案吗 最主要还是有她的存在吧 没有她的存在 我就算再糟糕 也没考虑说是要离婚的 好 也就是说你明确知道 上一段婚姻我是不满意的 对 这个人来了推了我一把 对 这个人来推你的这一把 是他强行把我推过去的 还是我在半推半就之间 我自己犹犹豫豫之间 然后就走到这一步 半推半就吧 让你半推半就的是什么 因为我的前夫是一个不关心的 比如我之前在堂里上班 受了什么委屈啊 进门 我的情绪不好 这样我脸稍微不舒服 她脸都黑了 这种情况下她会怎么做呢 会问你啊 什么事啊 会关心你 反正她那些 感觉在我前夫上得不到的 巨寒温暖的打动了我 我那个时候很执着的 那个时候我开了一个店 每天她想吃什么 她送过去 那个时候呢 不管是她在那里上班干什么 我一般的晚上 到了我收到了以后 我都会跑过去看她干什么 正是因为当年周先生 对自己种种的好 让谢女士草率的决定 和周先生结婚 可是结婚证还没午热 她又觉得生活无望 后悔了 打了后悔我又后悔了 后悔你跟我打什么 你那些年不是那样死成难的 你并不知道她是动摇的是吗 对 其实很多的时候 谢女士是可以从这段感情中 抽身而出的 但是她没有 可是到如今 谢女士却把全部责任 都归咎于周先生 这让场上的两位观察员老师 坐不住了 他们打算和谢女士 好好聊一聊